北京當局對TikTok到底有沒有影響力 美國記者一路上不停追問相同問題 TikTok執行長周壽茲卻避而不談 媒體面前保證的話說不出 用戶面前卻開始打起溫情牌 周壽茲強調堅定保護用戶 資料和隱私 使用者可能吃這一套 但美國當局不買單 面對國安威脅就怕中共能借 TikTok存取敏感用戶資料 執意要封殺 美國眾議院13號以懸殊差距落垂定案要求TikTok去中化 母公司字節跳動恐怕得在165天內剝離TikTok 否則TikTok將被下架禁用 此舉自然印發中國不滿 動員官方喉舌祭出反駁 看到別人的好東西就要想方設法據為己有 這完全是強盜邏輯 這種不能在公平競爭中取勝 就採取八零行徑的做法 最終必將反噬美國自身 中國外交部更在十四號憤怒發布調查報告 標題為美國所謂言論自由的事實真相 洋洋撒撒六千字指控美方言論自由 名不服食 對內侵犯言論自由 還操縱國際輿論 文中措辭強硬 宣稱美國不遺餘利散布假新聞 這個用謊言編織的皇帝心意 最終都將被釋破 不知北京當局放話要堅定維護TikTok 大批TikTok美國創作者也湧入國會山莊進行抗議 儘管有創作者力挺 這個在美國擁有1.7億用戶的應用程式 仍面臨十字路口 英國期刊經濟學員分析 字節跳動恐怕不得不出售TikTok 而接手潛在買家正一一浮出水面 美國前總統川普時期的財政部長透露 正為收購做準備 除了他之外 華爾街日報報導遊戲公司動視暴雪前執行長 傳出有意願 OpenAI執行長阿特曼可能也想召集科技界收購TikTok 而甲骨文公司作為TikTok美國數據托管方 也被猜測可能成為買家 而經濟學員則分析美國電商巨擘亞馬遜 蘋果 微軟和串流平台Netflix 也有可能考慮收購 但這些美國企業巨頭如果動了心 可能顏免不了反壟斷法審查 只是這項法案要想確實成為法律 還需經過參議院通關 再交由總統拜登簽署 共和黨參議員保羅已表明將當下任何 可能讓言論自由受損的法案 參議院能否過關 人不明朗 未來法案還有可能進一步遭遇危險挑戰 除了美國本土社群公司 能因為獲得從TikTok轉移出的廣告收入而受益 周壽茲提醒法案一旦實行 將重挫TikTok創作者和中小企業生計 損失將高達數十億美元 美中TikTok之爭 段時間內不會落幕 尤其美國大選將近 宣明新生和國安之間 政府將如何取得平衡 成為空前難題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 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